反轉課堂的時間 今天就會講一個叫系統軟件和應用軟件的課題 首先我們今天的課堂重點有幾項 第一個就是我們需要了解到硬件、軟件和用戶之間的關係 第二個就是認識不同的用戶界面 第三個就是懂得去到分別不同的系統軟件 最後就是懂得分別不同的操作系統 那究竟硬件、軟件和用戶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三件應該這麼說 用戶和硬件其實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譬如這個這麼漂亮的兒子就當是我 我想播放李君雄的精選歌曲 比如我現在說出來你明白在說什麼 我們人與人之間溝通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對於硬件來說 譬如CPU、硬碟和硬碟 其實它不知道你說什麼 當然了 當CPU有時候說一些111100、101 這些二進制的時候 都不知道在說什麼 所以我們要控制到一個硬件 其實是天方夜譚 也是硬件需要告訴我們 一些輸出或者做了什麼 也是天方夜譚 這個時候就很重要了 我們中間就有一個做了一個叫做 我經常都說的 好像是翻譯員 當我經常播放李君雄精選歌曲 然後軟件就會負責 把這句說話翻譯 變成一些電腦明白的東西 反過來,當我們硬件 如果是講這一串的二進制的時候 軟件也是幫我們 就是幫硬件把這些說話 用一個我們人類明白的表達方式去呈現出來 所以軟件正正就好像一個中間人 讓我們可以控制到硬件 亦都軟件讓到硬件想告訴我們 我們亦都收到 這就是那個關係 大家記住留意 所以如果你有一個很超級的電腦 很厲害,很能力 可惜你只是超級電腦 但你沒有軟件 其實這部電腦是沒用的 也都是,譬如我刻意地 我有部超級電腦 我將這部超級電腦 是造成一個,譬如說是用來下棋的 例如之前有一部很出名的 叫深藍的超級電腦 他跟人下棋 他只是下棋 你說可以幫我計算 明天打不打風 對不起,做不到 所以其實某部份情況來說 軟件是會開拓到硬件的局限 即是他打開這些局限 令到他可以跳出這個框框 好了 我們剛才所說的軟件 其實是一個操作系統 譬如這個就是Windsup 操作系統 那是不是就做了所有事情 譬如說可以幫我開個DOS文件檔案 不可以的,抱歉 我想玩GTA5 我想知道 應該是耀藍去介紹過 不可以的,抱歉 幫我播一段YouTube影片 不好意思 都是不可以的 你發覺原來在我們那個軟件的層面上面 我們的操作軟件 就只是做一些 就是把硬件和用戶連接都用不到 但是一些很特定的工作 不好意思 操作軟件是做不到的 這個時候我們又要其他軟件 譬如我想開個work document 那我就要相應地安裝一個Microsoft Word 我想玩GTA5 那麻煩你相應地就要安裝GTA5 我想播放YouTube片段 那麻煩你就要按個瀏覽器 這個就是那個關係 就是說其實軟件都還會再細分 譬如操作軟件就是 我們在說用MacOS、WindowOS這些東西 然後你想做一些很特定的事情 譬如我想剪片 那麻煩你就按個剪片軟件 讓開啟到這部電腦的功能 OK 好了 所以整整其它的情況就是 我們首先硬件 透過一些系統軟件 然後透過一個用戶介面 加上一個應用件 然後告訴用戶 用戶用的時候 就用一個應用軟件 然後就告訴系統軟件 然後告訴硬件 其實就是這樣一個關係 所以軟件其實都是一個很龐大的東西 所以我們其實是相乎相乘的 有很好的硬件 配合很好的軟件 這樣就會完美了 所以為什麼我剛才說過 為什麼蘋果機這麼多人用呢 原因就是 因為蘋果機是由硬件到軟件都是自己生產的 所以他們一定有完美的 但是譬如我普通其他電腦 因為硬件和軟件 我就用Windows寫給我的軟件 但其實Windows寫的時候不是為了我而去做的 所以就沒有配合得那麼好 這個就是為什麼人不說我要買蘋果機的原因 但是所以要留意 如果你的蘋果機是按Windows的話 其實那個優勢是沒有了 這個就是大家要留意的 第二件事就是認識不同的用戶界面 你們會看到這裡我們有兩款的用戶界面 書裡面有三款 但那一款其實很少用的 所以我們就說這兩款 第一款就叫圖像用戶界面 或者圖形用戶界面 我們簡稱GUI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這個你就一定很熟悉了 因為你們看手機 現在的電腦呢 你都會做這件事的 所有東西會用一些圖像去顯示 用一些用戶人去習慣了 譬如說 我想將這個視窗搬過去 那你就按實拉過去 這些人類很自然一些動作來的 譬如說我想開那個軟件 可能這個你小學的時候要記得 我連續按兩下就是開了 那你就連續按兩下 那這個就 所有東西就會用一個圖像顯示 也是人性化一些的 這個就是GUI 好了 那另外一個了 命令行的界面 命令行的界面 就剛才你看到 全部都是打字的 有些偏向電腦的做法 譬如我想現在 Ls 是什麼意思呢 Ls 意思就是說 我就將現在這個文件夾的東西 列出來 那如果在GUI的做日 就雙擊我的電腦 然後開出來就可以了 但是在這個命令行界面 上面呢 你就是打字的 那是沒有圖畫可言的 你看到完全沒有圖畫 全部都是文字來的 OK 電腦告訴你 都是用文字形式去告訴你 好了 那這兩個就是兩者的分別了 那在課堂上面 我們就會 當你了解了這兩者 有些是什麼來之後 在課堂上面 我們就會討論 究竟為什麼兩者需要存在呢 那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了解了兩者分別 原來一個是圖像 一個是打字 接著你就 在上課之前想一下 究竟為什麼兩者還會存在 為什麼兩者存在呢 你記得我說一句 如果那個是絕對好的話 另外那一方就已經是淘汰了 正如我們 Buray 藍光碟 因為當時有一個叫Hydan的DVD 那當時就是 藍光贏了 所以HydanDVD就沒有了 所以這個情況下 為什麼現在還並存呢 我想你們想一下 好 那這個呢 就比較背重形式少少的 那究竟有些什麼系統軟件呢 那 記住不要搞亂 系統軟件是很多類的 包括了操作軟件 即我們的Windows 10 Windows 7 MacOS iOS iPadOS Android等等 這些都叫做操作系統 操作系統是系統軟件的其中一元 另外有些實用軟件 那實用軟件 譬如說我的電腦 或者是我在我的電腦裡面 查到那個可以收拾到那個 Halfdisk那些 位置 或者阿屬等等 這些都叫做實用程序的 是Default在安裝操作軟件時 已經給了你的 做一些特殊工作的 另外 所以其實實用軟件 你問 現在很難界定 因為有時候Windows 不是Windows 總之 OnOS的時候 可能已經分析了 即給了很多的程序 那些是否叫實用程序呢 現在較難界定的 但是當然我們書裡面 就有一系列 已經告訴你這集是實用程序的 那麻煩你們背了 那看回書了 另外 最重要的 驅動程序 剛剛說了我們 硬件和人之間要有軟件 去做一個協調 做一個可能翻譯 但是當你如果 譬如我再安裝一下硬件的時候 可能你的操作系統 或者你的軟件部分 是未必知道這個新硬件是什麼 譬如我的Windows是現在寫好的 那跟著呢 你兩年後 都是用這個Windows 但問題就是 我已經做了一個新的設備出來 那 那就麻煩了 軟件又不懂得這個設備 是怎樣控制 那所以你安裝的時候就用不到 那我們就要安裝一些驅動程式 驅動程式都是軟件來的 就是告訴這個操作系統 現在這個新軟件 其實這樣 ABC就等於想做些什麼 我按一下左鍵 就等於什麼 如此類推 那有個例子 譬如說我的軟件是很多功能的 你安裝在電腦上用的時候 你基本上用到的 用到是什麼呢 左鍵右鍵動是沒有問題的 但如果你想用到這個多功能 麻煩 你就要用驅動程式了 因為我本身為什麼這隻軟件可以動到 我是用一個GEMRO的 驅動程式去控制這些軟件 但是問題是 你有一些特別功能 我GEMRO那個驅動程式是沒有的 所以你就要特別安裝一個驅動程式下去 那Windows大部分現在都 大部分的軟件 對不起 大部分都會安裝一些 硬件的驅動程式 讓大家都用到 不過未必用得完全部功能 譬如你買了手寫版回來 有機會是手寫版好像一支筆一樣 可以按按鈕 可以動到那個鼠標 但問題就是寫不到字 那你要按一個驅動程式 按一個軟件才能做到這件事情 那這個你就要留意了 好了 我們首先講操作系統 操作系統 其實有很多分類的 有單用戶 單工作業 多用戶 多工作業 和多度處理的 什麼叫單用戶 單用戶 單用戶意思就是 這部電腦 只能夠 在 同一時間 只有一個人用的 這部電腦 在同一時間 只有一個人用的 那就叫單用戶了 所以理論上 你們家裡的手機 或者手機 大部分都是單用戶的 單工作業 也是很明顯的 同一時間 用戶只可以用一個程序 就是用一個程式 你不可以用多一個 反而單工作業 就是 現在基本上都不會的 例如Win10 現在電腦全部都是 多工作業 可以同一時間 做到很多工作 單工作業是很舊的電腦 多用戶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部電腦 同一時間 可以給很多人一齊用的 通常來說 家用機 就不是達到這個功能 通常就是一些 譬如是伺服器 都是可以做到這個功能 多用戶 同一時間 很多用戶都用到的 一起用這部電腦 一個叫做 多用戶 剛才說的多工作業 就是說 Multi tasking 就是說 我同一時間可以做很多 譬如我來講 一直在開PowerPoint 一直錄片 一直收緊音 這幾個動作 就是工作在一起做 好了 那至於多度處理 其實就是在說 以前Multi tasking 是說一個CPU的 而多度處理 就可以配合 譬如說 我們多一個中央處理器 譬如說 我剛才跟你說過 曾經有一段時間 不是多行心 是多處理 我一部機是按兩三個CPU 而多度的處理 意思就是說 我的工作 就會分配 同一時間 可以分配給這兩三個CPU 一起去執行 OK 有些像我上次跟大家說 多學心的時候 這就是一個概念 好了 今天 我們這一課 就到這裡 我期望大家 記住 最重要的想想 就是幾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究竟我們 我們 為何有 命令行界面 和GUI 為何有兩者分別 第二件事就是 那究竟 多用戶 多用戶 比較的時候 有些什麼差異位 他們的分別 除了剛才我講的分別 為何會有這些分別出來 在什麼情況應用到 我都希望大家想想 好 今天我們的反轉課堂 就到這裡 期待下次再見 拜拜